小朋友里面选了他出来 这个导演叫祖福 选他出来之后 之后呢 祖福就让他一直演他的前半生 长大点 谈恋爱 初吻 偷吻 后来当兵 后来结婚 对社会 对情感 对家庭的茫然等等 一路演到中年 祖福拍过很多电影 不一件事都有他 大部分重要都有他 演祖福 自己的 有点半自传的一个概念在演 他们两个好像是重叠的 好像是同一个人 但是又不是同一个人 又像父子 像年关系 后来祖福在二十年前死了 祖福死了二十几年前 这个演员很有意思 他生活里面 就掉下去了 好像观众也 整个电影好像把他抛弃了 整个电影圈不太用他了 因为他的个性 好像只有祖福这个导演 可以治他 可以驾驭他 他要演祖福 你知道我意思吗 后来这个人落空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并不只发生在祖福身上 所有把电影当作创作的导演 都会有他自己的演员家族 你知道吗 因为演员对导演来说 他是一个 他创作的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是 可能对我来说 他是要一直看他 他是为这些演员拍的 他没有办法被替代 可是如果你是商业的话 你用商业的考量 他早就被替代掉了 他也不红 他也不卖钱 你知道他要被替代掉 被骗商说不要用他了 被观众要求 不要看他看腻了 那就换个人吧 谁最红来换谁 在电影的现实里面 是非常残酷无情的 可是电影的内容 我们每次都看到 一个友情 特别有感情的事情 那多么矛盾 可是作家导演 通常都会非常爱他的演员 不能分的 所以是什么呢 你慢慢就知道原来 你看一个小朋友演 演到他中年了 他死了 如果这个导演还在 他会不会演到他老 那当然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 电影是不是有一种能量 是让你观看生命的 那我就在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从我第一部电影开始 拍李康生 拍到第三部 真的有人就说 换了吧 在韩国 一千多个观众 我的 你那边几点手印 观众说 导演 用韩文讲 有翻译 我们 他总是觉得是我们 是 他可以代表我们 我们 我们觉得 腻了 你可不可以换一个男主角 我当时就讲说 如果李康生不演 我就不拍了 我当时就这样讲 我不是因为一个誓言 我在里面找到了一个 一个慢慢的发现到 拍定的一个 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他在观看 我感谢李康生 让我有机会 观看一个 生命的细微的变化 所以慢慢我的演 我的观众 也建立起来 有一种观众是 李康生在不散的时候 那个电影是 讲戏院的 讲戏院 歇业的电影 他是一个放映师 他在电影的最后 五分钟才出场 然后在威尼斯首映完 有一个意大利女观众 进来说 导演 很谢谢你 李康生还是在 我前面很担心 他没有参与这个电影 很谢谢你 还是有李康生 我想是 慢慢慢慢 大家 我想很多 我台湾很多观众 都已经完全习惯说 完全在我的电影的世界里面 找到另外一种 看电影的经验 看电影的另外一种视野 更多的可能 我会有点 我会有点 对